三万十八岁的时候作为交换学生去了中国 并在1983年到2000年期间一直生活在中国 六四发生的时候 他是国际合众社的驻金记者 有很多的死尸 我看到的比别的西方记者还要多 我当时有一辆摩托车 在穆西地跟着戒严部队进城 并且在医院里拍了很多的照片 这位会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前美国记者表示 19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而六四镇压改变了这一切 六四最大的悲剧是它导致政治改革的终止 因为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政治改革 不过他认为 这起悲剧也会带来一些积极的发展 我认为因为发生了六四 台湾刚刚发生了太阳花学生运动 我确信 这会再次在中国发生 六四会被平反 到那个时候因为发生了屠杀 一党专政将会终结 那时候因为在中国创办了第一份独立报纸 而被当局关押了30天的记者说 最令他感到悲哀的是 中国的新闻记者不被允许告诉中国人民正在发生的事情 而必须由外国记者来做这件事 不过在他看来 中国当局严厉压制言论自由与打压意义人士的做法是徒劳的 微博是一个开始 每次我在做演讲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人们 实际上中国已经开始了言论自由 但是人们往往对此持怀疑的态度 我对他们说 不 你不懂得它的重要性 这就像水一样 如果你把它堵住 它就会从别的地方转过来 现在他们设了防火墙 但是你知道你是不可能封锁所有信息的 人们希望得到信息 他们需要信息 所以试图阻止信息是一条死胡同 它最终不会成功 目前在杜克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桑万 与来自中国的本科生有很多的接触 他说 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只知道拜金 而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看法是错误的 在1989年4月15号 胡耀邦去世的前一天 还有人对我说 中国的学生对政治不感兴趣 他们绝对不会举行抗议活动 现在我知道 这些人是多么的错误 我相信 如果你没有目睹那起事件 你不会理解人们对自由的向往 他说 在中国 人们在公开场合害怕说真话 所以他们不得不戴上面罩 但是在私下 他们所说的完全不同 大多数中国人对现实不满 他们不希望被那些 不是他们选出来的人来统治 中国做好了实现民主的准备 他在1989年 就做好了实现民主的准备 这位前美国记者表示 中国与邻国之间 目前存在的矛盾 对当局是有利的 因为这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他认为 目前这个时候 既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 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候 VOA卫视 丽雅 卫之 华盛顿报道